我们都知道多吃水果蔬菜对身体有益 但是如果没有洗干净 把蔬果表面的农药也吃进了肚子里 恐怕就不太妙了 杨明医学大学研究发现 儿童如果在成长期间接触到有机磷农药 那么长期下来将会伤害脑神经 并且提高他们罹患过动症的几率 用剪刀将葡萄一颗颗的剪下 双手不断的搓揉 并用大量的清水来回冲洗 就怕一个不小心把水果表皮上的农药给吃下肚 先进水 那进完水之后 会先把它搓揉干净之后 然后再用那个进水 或者是开水 然后再把它浸泡一下这样冲洗 根据阳明医学大学 对台北地区195名国小及幼儿学童所做的调查 发现有九成八的孩童 尿液中都被验出低剂量的有机磷农药残留 此外这项研究还发现 体内验出有机磷代谢物含量越多 引起过动症风险就比含量较少的高出两倍 这代表过动症儿童体内有机磷农药 暴露量都普遍比较高 具有神经毒性的有机磷就算低剂量 长期下来对胎儿婴儿的神经发育都有影响 所以医师就建议家长在清洗水果时 应该先用流水冲洗15分钟 再用自来水浸泡10分钟 并以软毛刷将蔬果凹陷处刷洗干净 避免吃进农药 另外平时也要多补充水分 可以把体内的农药排出 接着吴小瑜 林国黄 台北报道